大家都说德国制造的车都非常好 朗逸就是德国车的一种 大家都知道它是大众车 德国车的质量不用说 大家也知道 好的不能再好了 不过在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 不管你是德国车还是日本车 你都很难躲过车祸带来的伤害 所以说不要因为觉得自己的车好 就开车不注意了 交通安全要牢牢记在心里 这里要说的这款出了事的朗逸是一辆白色的 价格在10万左右 它的发动机跟其他同样价格的车 比起来也是不错的 它不光跑得快 加速也快 它的价格并不是很高 在10万左右 这个价位能买到的车里面 这款算是比较好的了 这款朗逸的车里的内饰 看起来并不是很高档 甚至有点土 里面的仪表盘是机械的 方向盘也是普通版的方向盘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中间控制台的那块屏幕还比较小 这种车内饰一般年轻人是不太喜欢的 就是这么一辆车 车主在一个小路口开着开着 不小心就从后面把一辆福特给撞上了 不仅撞上了还撞得很惨 这辆朗逸前面的车头部分都撞坏了 包括车前面的灯 还有前面的那块网 不过那辆福特也被撞得不轻 可以说当时的画面很恐怖了 两位车主看着眼前的惨状 连德国车都被撞成这样 真的让人觉得很尴尬啊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车 也逃不了被撞坏的后果 这里提醒大家 开车的时候不要觉得自己的车结实 或者自己开车很多年了 很娴熟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开车了 一定要小心 时刻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